尖尾梅力決賽又輸 狗拍檔會不會更好呢 體育是… 閉起雙眼,你最掛念睡 很多人昨天看完播出那集之後 都問了我同一個問題 我就不浪費時間了 在這裡一次過回答大家 我的答案是… 不是 Brian,你死心吧 不是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 我出門後問了一個問題 我的答案是… 我是一 是一個很專一的人 所以你死心吧 還有,如果有人欣賞我 我也沒辦法 我是阻止不了他們 是他們的 閉起雙眼,你最掛念睡 不是你 好了,這場就是… What is man? 我相信這是每一個男人 用盡他一生去追尋的課題 在籃球場上 我想我成長時也學會了甚麼叫做男人 我覺得男人有時候是不需要說話的 譬如說我有一個以前的隊友 我會很深刻的 我叫他為阿威 他是一個不多說聲的人 尤其是在籃球場上 冰架必爭之地 經常有很多的肢體碰撞 就是推推,甚至是爭頭 但無論他吃了多少爭頭 或是被人怎樣去淘汰 他都不會說話的 譬如說很多時候我們打街場 沒有球證的時候 自己叫淘汰 有些人會說淘汰… 碰到、碰到,無論如何都會叫淘汰 但威,他從來都不會 再加上可能他有些功夫底 他很硬,很硬 我防守他的時候也曾經試過 因為很強硬,我強勁扯他下來 弄得連手指癢也有 但他還是不會說話的 他也不會抱怨 最多當我問他 對不起…有沒有症身? 他還是笑笑的,沒事… 還有一次比賽,我很記得 比賽結束後 我才知道原來他爭吵了 但比賽前和比賽中途 他都沒有提及過 或是沒有在他的面上 言語上反映出來 他只是很專注地為對球 打完比賽 結束後,我們在更衣室才知道 原來他爭吵了 我覺得這些才是真男人 看見這麼浪漫的場面 難道又有整個老親 從不知被鬼不鞋 原來是丹麥政府 為了學學巴西九奧雲 幫利約二奈爐 製造了一個積木的城市模型 這正是拉丁眉咒最大的積木模型 可以展現到 利約二奈爐的城市面貌 這個計劃 有美國、捷克和丹麥的朋友 一起合作去製造 籌備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再用了三天的時間去製造 包含了利約二奈爐的25個地標 用了接近100萬塊積木 差不多1.5噸重 豈不是更重的車 大家看看多麼漂亮 整得完成度多麼高 這位是史丁麟格 對,阿拉蘇這位 其中一個負責這個模型的朋友 他就說 這個是世界上其中 最大的積木模型 雖然不是最大 但他的意義非常重大 說甚麼我也不太明白 一年之前 他就說開始籌備這件事 和巴西朋友聊了很久 最後才可以有這個 超過五米乘以六米的城市模型 這個城市模型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可以參與其中 他就說 對呀,我很榮幸 搞成年,兒子終於出生 當然要拍照吧,對吧 這個利約以內爐的模型 不僅僅只有高樓大廈 連山和海都有 十足十斟的利約以內爐 那麼開心唱一首歌 一起心吧 沒有,撥走不滿 利約以內爐 一向是令人想起陽光與海灘 但這麼漂亮的海灘背後 原來暗藏危機 說的是他們的水質 原來差得令人難以想像 就像這個科帕卡巴納海灘一樣 在六月的時候 竟然錄得每公升的海水 有772萬粒人類腺病毒 而另一個旅遊勝地 伊柏尼馬海灘 就更加錄得每公升水 有3277萬粒人類腺病毒的驚人數字 不要以為只有海灘的水質才這麼差 將會舉行奧運蛙艇比賽的 羅德里歌湖 上年竟然錄到每公升水 有17.3億人類腺病毒 今年算是有點改善的 但也還有2480萬粒 看到利約的海面這麼多垃圾漂浮 都知道他們的水質有多好 這位就是微生物學專家 史比基尼 他就說 雖然近一年污染的水平是有改變 但這些改變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氣候 而不是因為任何水質改善了的措施 雖然真的很可悲 但這個是現實 他又說 基本上接觸這些海水 就一定會受感染 至於會不會病 就視乎你自己的抵抗力 對運動員來說 他們受到感染的風險 都是跟其他人一樣的 當然 他們的抵抗力比較好 但如果是小朋友 或者長者的遊客 接觸到這些污水 我就擔心 他們因為感染病的機會率 就高很多了 為什麼利約熱內爐的水質 會差到這樣呢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區內缺乏 有效的污水處理設施 令到大量的污水連著垃圾 直接排了去利約熱內爐的海 和河島 結果就造成災難級的污染 而且因為巴西政府的無能 他們即使多次承諾會改善水質 但到了這個星期 奧運會都開了 依然沒有實質的政策和措施 去處理廢水污染的問題 這一位就是 李約熱內爐的環境局首長 他竟然把責任推給世衛 說沒有地方的水 可以不經處理 而達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無論是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但是監察水質 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責任 他們曾經跟世衛研究過 但世衛就說不會幫他們驗水 所以現在所有的報告 都不是官方的報告 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況且每個星期都有很多人 遊客也好 居民也好 都會去到利約熱內爐 不同的沙灘玩 但他們也不會病的 之前也和大家探討過 發展中的國家 往往為了國威勉強地申辦奧運 但就完全沒想過 他們有沒有能力 去承辦這一項這麼大型的活動 結果不像巴西一樣 弄得民怨沸騰得來 很多基本的東西都搞不好 巴西政府當然要負最大責任 但是國際奧委會 又是不是有點罷關不力呢 其實男人和男人之間 感覺上好像有一層隔膜在這裡 即是你跟別人打招呼時 就這樣做甚麼 你不會突然拍到肩膀 說你最近怎樣?這是很正常的 你不會抱著她的腰腰 然後說你怎樣? 你看反應多大 不過這個所謂的隔膜 其實在某些場合、某些時間 就會完全粉碎,會埋得不得了 就像球場上那樣 我看看後面的例子 你會… 看到嗎?神得那麼激 他們入球後,簡直濕吻 你看阿朗來… 寶芳、麗戀娜、嘉莉仔 你看他們還要… 每一隊都總有一個 他們是吻得手接手地打起來 你不會乘機想試試 我不會,我不會做甚麼 那你的球場上的尺度 可以去到多大 我的尺度… 真的沒試過濕吻 我的打擊 但我跟一些很好的隊友 我們會打臉 就是愛的鼓勵 我試過有一次 我至今真的印象難忘 話說我去比賽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背影 疑似我一個很好的以前的前隊友 我的二話不說 就這樣拍下去 還抽吻 然後他轉著臉 那是我不吃的 他背著我,這樣挖著我 那我當堂寒一寒,然後心想… 喂,下次再打一個 記住 那我就走了 這招是不錯的 難怪我這麼久都沒跟你打過球 你別這麼接近我 走開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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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戲考你記性的時候 記不記得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科索旭會第一次派對參加奧運呢 當中有參加甚麼項目呢 沒錯,有五項 有到石擊、單車、田徑、游泳 其實本身還可以多一樣的 就是跳水 還是超高台的那一隻 其實不是很高的 只是22米高 即是72尺而已 這裡是科索旭的共科遺冊 這條橋就是星癮橋 謝謝… 我們幕後同事剛剛給了資料 我給了一份稿 就說 這個比賽第一次舉行 是1954年 數數手指 3、1如3、3、2如6、3、3 歸9 真的有62年的歷史 不過這個比賽 1999年之後 因為科索旭打仗 停過一段時間 之後因為沒有錢用 所以就到2014年才再舉行 今年有22位朋友參加 但觀眾就有幾百人 大家開開心心 像開派對一樣 比起足精靈來說 可能是更好的親子活動 同事份稿沒有說 今年有多少錢獎金 但回看2015年的資料 冠軍是有500歐元的 假設今年也是這個數字 王主持在宣佈 冠軍只有250歐元 為甚麼 因為今年出現了雙冠軍 我王主持一向 都喜歡挑戰這個極限 等我練習幾年,說不定 幾年之後 你如果在比賽 看到我六塊腹肌,說不定 想射球?行,先想想吧 我先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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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們好一點的成績 不用太失禮 我記得你們射這麼多球 終於一球中過龍門 我們繼續看看速度是多少 當然 99做很大的進步空間 剛剛他們射了99 我的目標是破紀錄 多一,100就夠了 不知道多少呢 也好, 今天很開心來到這裡 跟兩位籃球員切磋球技 切磋什麼球技? 當然是足球, 不是籃球 可以感受他們兩個 籃球員的速度和能力 測試一下他們射球有多厲害 跑得有多快 怎樣去測試呢?就是靠一個智能球 今天我是小勝一籌 很多人都覺得打台拳 沒什麼機會跟你的隊友合作 因為每個人都是打獨自 你沒有理由三個人一起打一場 打獨自, 對吧 這方面是真的 不過我的專長並不是在打獨自 反而是表演 你表演的時候 除了自己個人表演踢板 你也會跟別人 有些對打的示範 給其他人看 有奪刀術、奪棍術等等 每一樣都有 這些對打的時候 基本上很經常需要跟你的隊友合作 或者大家一起想一套東西 大家一起去做 如果你平時是同開… 例如我跟A甲開 如果我跟B甲的話 就可能身體上的高度不一樣 手長、腳長也不一樣 力度不一樣 就很容易造成意外 我有一個隊友和我拍拖了很久 他叫David 真的叫David,不是作出來的 他跟我的默契是可以好到… 基本上我一開始的動作 大家完全不需要夾在任何情況下 都可以把那一套表演示範出來 亦非常完美 大家也沒有受過傷 是默契和大家信賴的程度 可以說是100% 就算他這腳明明踢高了 你也覺得他一定不會踢中你 所以這就是默契 不需要說話 有朋友問我 昨天我們播動漫跑步比賽的時候 為何沒了幾位女藝人跑步的片段 絕對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跑 而是因為我們的Tankman哥哥 沒有速度、不夠快 跑得慢,所以拍不到他們 沒有跑的人絕對不是他們 更加不是奇奇 奇奇真的有跑,不相信? 看看 太好了 大家快出發了 很多水 我認真的,我肩跑 我盡力跑回前一點 ViuTV ViuTV是不是的 體育系 真的 那你真的要跑 我真的要跑 遇到朋友 其實舉起這個攝影機也挺累 但為了體育系 我可以 看看後面 不少人都想繼續看着奇奇大頭 這個這麼震撼的畫面 不過我們要證實一下 他真的有跑步 雖然久不久 他就會去去喝水 或者還有朋友拍兩張照片 聊天,打麻將、喝茶 但他真的有完成整個5K的 留意,完成 沒有說是跑完還是走完 終於跑完兩個圈了 我的感想就是 我拿著一小時 說了一小時的事 而我突然發現原來我跑步 也可以有這麼多口水 所以大家以後可以稱呼我 我為跑步口水婆 但我還是不夠 體育系 其他運動員能夠跑 所以我這個階段跑到兩個圈 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 加上我昨晚沒有怎樣睡的關係 所以… 我看到終點,我很想哭 說回昨天的電影 最經典的當然是我們的洗澡 但挺有趣的 我記得有個女工作人員 我記得平日拍攝也不在附近 但不知道為何那場戲 他要跑到浴室 很熱心地幫忙 對,有甚麼他都要馬上說 我來… 其實… 我懷疑… 他在暗戀你 你… 不是我,是你 可能不是我